这张是陈陈波玉山积雪的油画作品 那这张作品的创作年代在1947年 那也是他最晚期的作品 那从这个作品里面感觉出来 之前介绍他对玉山的向往或是崇拜 那从这个画作上面 从低促往上仰望的那个角度 我们看到矮矮白雪的玉山山头 也就是他要画的一个主题所在 那各位知道白雪的一个感受感觉 它是雪是白的 而且是亮度非常高的 他一定要有暗面来衬托他 所以说我们也看到他这个山后面的云层 也属于比较偏暗的色调 前方的山 这个也感受到这个近山的暗面 甚至近景的一些树梢 他用几个亮点稍微把这个空间的色彩 把它点缀出来 始终都不会抢了玉山白雪山头的风采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